西方的制裁都挡不了普丁的天运吗 现在全世界都要围着普丁转了吗 今天带您快来看 嗨 大家好 我是志玉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 挡不住的男人 有多帅 欸 普丁啦 好 为什么说他是挡不住的男人呢 哇 你真的挡不住他 怎么样都没办法 你说我仅全球之力来挡他 欸 很抱歉 你现在要跟普丁认输 认错 对不起 你好厉害 我真的没办法 我们来看普丁啊 普丁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 你看到他打乌克兰 哇 那个时候大家以为 欸 你三天就打挂 欸 没有 打这么久 你以为普丁觉得很丢脸吗 没有 普丁是谁啊 狂人欸 你看让他抓紧时机 你看到最近中东大战 他就在以哈开战的三天后 他展开了绝地大反攻 现在整个乌克兰情势又被他逆转 现在又变成泽伦斯基抱头鼠窜 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那普丁在干嘛呢 普丁在发表他的国情资文 准备要迎向他下一个六年的任期了 你就觉得这世界公平吗 但人家是狂人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 普丁这狂人到底还有没有人挡得住他 结论深说在前面 你挡不住他的 好 我们先来看他国情资文怎么讲 意气风发 你说这男人也没多高 你说帅也不是那么帅 但是人家就是志气比天高 他的国情资文整整讲了两个小时又六分钟 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 据说啊从头到尾每一个字他自己写 你当然给我资料 但是我自己把它兜起来 哦 他写了两天两夜 讲了这两个小时又六分钟 好 国情资文很多重要的一个这个内容 但是首先我们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啊 他说我要警告西方世界 请你们记得拿破仑 请你们记得希特勒 那几个家伙是怎么败给俄罗斯的 好 那你就好奇了 拿破仑跟希特勒是怎么败给俄罗斯的 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呢都要侵略俄国 那他们要侵略俄国呢打进去 那他们在这个打俄国之前 哇都是所向披靡非常厉害 所有战争通通都赢好厉害 但是呢打进了俄罗斯之后啊 被惨了通通被拖垮了 有的人是抱头鼠串被打出来了 有的还被追杀 所以呢他说请大家想一想 拿破仑希特勒这些前人 他们想要欺负俄罗斯是什么样的下场 请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 再来一个他说哎呀你们怕我什么呢 为什么西方国家都这么怕俄罗斯呢 然后还讲什么俄罗斯会侵略欧洲 他说不会啊没事的 那都是你们自己的恐恶论在发酵 没有这回事 但是他说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 你们想要侵略俄罗斯的话 请你记得 我可是有非常厉害的核子武器 我的核子武器可以打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如果有人企图呢要干预俄罗斯的话哦 那你们就小心我的核子武器报复 所以他的核威胁又来了 听起来怕怕的 当然呢这个普丁呢还是会讲一些 他说我没有怎么样啊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看我啊 你们都觉得我是坏人 我没有啊 你们想要把我拖入这个战备竞赛 但是呢一切都没有关系 我不是那样的人哦 好那我们就来讲 他就说了 你们都这样看我 但是呢他的国情资文哦 让大家听起来仿佛他新任期的一个旧职演说一样 因为他告诉大家 你看他讲了俄乌战争 然后他讲了对西方国家的态度 然后再威胁了一下你们 不要欺负俄罗斯 最重要的他告诉他所有人民 你以为俄乌战争拖垮了俄罗斯的经济吗 你以为现在俄罗斯承受的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多制裁的国家在他身上 你以为俄罗斯经济垮了吗 没有 普丁怎么说 他说俄罗斯的经济越打越精神 越打越有活力 他在2023年他的经济成长率3.6% 当然你要说这个有没有灌水 或怎么样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3.6% 好3.6 那你说美国呢 3.1 你说法国呢 哎法国好像很惨的没有1 你说德国呢 是不是好像萎缩啊 所以俄罗斯的经济在整个欧洲当中 他第一名 这么厉害 所以你看我越打越精神 越打越活力 我就打打打打打继续 所以你就看了 这个普丁 这个男人你挡得住他吗 他的国情咨文意气风发 而且国情咨文发表之后不得了了 这个所有的国内的一个 这个民调指数非常高啊 好那另外一个国情咨文 赶紧看拜登 拜登哎呀 现在感觉灰头土脸 年纪又大啊 然后这个头发又很白 好那他的国情咨文呢 嗯他要发表 他本来找了谁呢 因为呢这个俄乌战 这个乌克兰他要挺啊 所以他找了泽伦斯基的夫人 他也找了 呃这个呃在这个普丁的政敌 纳瓦尼他的遗孀 那一起来帮他撑腰 哎结果两个人都不去耶 他面子不够大吗 不知道 但两个不敢去 可能也怕普丁暗杀不晓得 但是无论如何啊 普丁我们看到了这个 拜登的国情咨文 跟普丁的国情咨文 感觉好像那种气氛感 内容给人家震撼度 真的是天差地远 但是讲到了拜登 其实现在在美国 美国里头呢 这个对乌克兰的支援 是越来力道越小 大家都形容说那叫做 一个名词叫乌克兰疲乏症 真的很疲乏耶 呃我们这个古话一句说啊 你要救人啊 这个救急不救穷对吧 你这个邻居有急事 我帮个你忙 但是呢你就那么穷 你自己不思进取 我还一直帮你 那就不合理啦 你要自己自立自强 现在大家对于乌克兰的 看法就是这样子 你被打了好 一时我帮你 但是我帮了几年 我帮三年了 你勾了没有 Oh my God 所以现在美国人 都有这样的心态 你看到那个预算卡关在国会 就是过不去 所以呢你看到现在美国 好像对乌克兰的支援力道 越来越降 而且呢你看到这个以色列 也让这个美国一个头八个大 很难搞嘛 纳坦亚胡 所以呢他要分心力去管中东 所以呢普丁就开心了 因为呢他就等这个时机点 你知道这种战争狂人啊 就等那个时机点 我可以跟你耗三年 但是我等到你的中东危机一爆发 你的注意力一转移 我马上跟你大反攻 你看现在他是不是就非常厉害 好那我们就讲回来 那怎么办呢 对欧洲来讲 你说现在呢 美国俄罗斯的情况是这样啊 这个俄乌逆转了 俄罗斯现在感觉 哇又厉害起来了 欧洲好紧张哦 当初我们看到 俄乌大战一打的时候 因为距离欧洲很近嘛 所以呢欧洲紧张的要命 但是呢 欧洲所有的防务 你不是就外包给美国了吗 外包给北约吗 那美国就说啊 我们就这样就好 我们就军援他 我们也不出兵嘛 好那现在呢欧洲紧张了 这场仗 旷日费时 所有的俄国都是欧洲在承担 结果今天呢 搞了这么久 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 我的通膨恐怖死了 我债务危机那么高 我各种 然后便宜的俄罗斯能源 我现在也不能用了 我什么七七惨惨惨 七七事情都发生了 然后你说普丁快要赢了 不行的 所以我们来看到 谁第一个讲话了 法国总统马克宏站出来说 不行啊 不行 他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那我们派兵好了 但是他一说派兵大家不行哦 德国马上站出来说 不不不 我们早就说过 我们不会派兵 直接去帮助乌克兰 我们不会的 然后美国也说 我没有要派兵啊 各国都说我没有要派兵 那为什么马克宏要说派兵 他说给谁听 他说给美国听的 他说你美国要帮忙耶 你这不帮忙这不行耶 那如果你不帮忙的话 我们自己是不是想一个什么样 其他的方法来解决 现在呢 我们看到北约是不可能直接派兵嘛 所以其实现在包括像法国啊 像英国 他们私下都有各自跟乌克兰签协议 签合作的协约 那如果到时候 他们用一个自愿联盟的方式 我自愿军去帮你 那可能就不是北约的身份 就没有那么大洞干戈的感觉 但是真的会派兵吗 打一个问号 应该几率很低 但是对欧洲来讲 他们非常焦虑 他们付出了这么多的一个惨痛代价 如果最终的结局是普丁大胜 那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好 所以你就看到了 那奇怪你说这场上打成这个样子 西方国家这是 请人家全国全球之力 几乎了吧 大家都在帮乌克兰 怎么帮成这个样子啊 你们是怎么帮的啊 好了 那现在要开始抓战犯油 有人说那就是因为中国在帮俄罗斯啊 好他说就是因为印度你还在买他的油啊 觉得制裁很多的破口啊 所以才会搞成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就来看到他们这个美国就兜了一大堆 他说后你看抓到抓到了 他说呢这个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个他们在制裁俄罗斯过程当中 不要卖给俄罗斯的东西 中国全部都卖了 他不卖一些先进的晶片 不卖跟军武任何相关的东西 但是中国都卖了 他就举例啊 那中国说我没有卖哦 我没有 无辜 好他说但是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叫做军民两用的双用途的物资 比如说呢你卖一些电器里面 哎也有晶片啊那你卖到了俄罗斯他把晶片拆出来 他把它装到他无人机当中那行不行呢 那你要说这是中国不该卖那个电冰箱吗 啊人家俄罗斯就有办法把电冰箱晶片放到无人机上 那人家厉害啊 所以这当中灰色的模糊地带你到底怎么说 然后呢现在又被美国抓到说两个国家变成那个中间的过渡国家 一个哈萨克一个吉尔吉斯 他去统计啊举例说像哈萨克 哈萨克呢他在2023年他买了美国大约是590万美元的无人机 然后他去调他的一个这个贸易外销的一个数字 发现他在2023年他不是买了590万美元的无人机吗 他卖出去了270万美元的无人机卖给了俄罗斯 那问题是哈萨克是一个不会做无人机的国家 所以他说那你根本就是转卖嘛你就是贸易嘛 那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东西都从美国买来买到哈萨克 然后卖到了俄罗斯买到吉尔吉斯卖到了俄罗斯 他说所以这都是中间的破口啊 那类似诸如此类的状况还有这三年的一个制裁 其实俄罗斯已经找到很多突破的方法 呃包括像中国像印度买了很多油嘛 不买白不买那么便宜嘛 然后呢你又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呃这些好东西啊 通通卖到俄罗斯去反正西方国家你不卖了那个市场 干嘛便宜了别人当然我就卖 所以你现在看到俄罗斯市场哇55%的市占率都是买中国的汽车 然后有很多中国的电器卖到了俄罗斯 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哦 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俄乌大战中国在俄罗斯市场也算是 捡到便宜捡到强市占率一下子拉很高 好但是你说那中俄之间就真的这么好吗 最近有个消息也是非常有意思哦 这个消息是英国的这个呃一个报纸披露的金融时报披露 他说哦抓到了 他说俄罗斯其实没有真心的觉得中国是他的好兄弟铁杆兄弟 因为俄罗斯呢不断的在模拟在担心中国会对他不利 中国会侵略俄罗斯 所以呢他们甚至他们做沙盘推演 在2008年到2014年他们做了29份的兵棋推演 就是中国会如何侵略俄罗斯 而且他们居然还要用核武来反击保障他们自己领土哦 所以呢你看到这个西方媒体就说你看 他们就是离心离德互相的警惕对方 也不是真心的相信中国 但是呢其实军事专家就会讲说你对于你的邻国 本来就会有这样的兵棋推演 中国对俄罗斯一定也有 但是呢俄罗斯他那个防范之心防人之心不可无 尤其呢是两国边界那么长 所以一定会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互相的一个稍微防备对方 所以呢中俄之间还是有啦 毕竟邻国啊一定心里头还是要稍微的防范对方 但是我们来看时事比人强 你说呢我要防范你 目前为止中俄就是得要手牵手合作 而且是俄罗斯得要靠中国 所以我们来看到最近俄罗斯啊 他们的财政部长出来 慈眉善目的说 我们想要跟中国财政部好好聊一聊 请问一下你的人民币可不可以借给我呢 所以呢你看到现在啊 在这个被制裁了之后啊 俄罗斯其实他们用人民币的比例拉得很高 越来越高 所以他们甚至想要直接跟中国用人民币借款 那但是呢这会有一点敏感 因为呢毕竟现在中国不想要跟俄罗斯一样被制裁嘛 那你如果这么明目张胆的借他钱的话 那你就触犯天调哦 美国会不高兴哦 好那美国呢其实现在制裁俄罗斯 他已经开始往外面扩散 最近呢中国就有三家非常知名的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跟中国银行 他们就暂停暂时断掉了 跟俄罗斯银行的付款 因为呢现在美国说哦 你们都还继续跟他往来 不可以啊 不是说好了这个金融 这个交易支付系统你们要中断吗 Swift不可以再给俄罗斯用啊 所以呢中国这三家银行 他们就担心会被美国有所谓的二级制裁风险 所以他就暂时中断了这样的一个服务 这样的一个业务了哦 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哦 一些没有受到影响的银行还是继续的 所以你看到中国在这场风波当中 他既想要得到利益 得到俄罗斯的利益 然后呢他也不想要真正的去跟美国为敌 不需要嘛 为了俄罗斯跟美国为敌 好像也没有那个意义 所以你就看到还是在拿捏那个分寸哦 但是讲回来普丁这个挡不住的男人 呃他在3月17号啊 这个我现在这个至于大胆预测 他就是会当选总统 你就说哎谁不是这样预测没有错 3月17号呢 我们开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又要开始了 而且呢普丁哎人家是有竞争者的好不好 还有竞争者还有三个竞争者 这一次呢他们投票单上会有四个名字 但是我只记得普丁一个名字 另外三个人名字我不记得 但是也不重要没有关系 因为到时候一定就是普丁当选 他会开展他另外一个六年的任期 那可能六年六年再六年不知道哪一年 因为普丁可能活六百岁不知道 但是呢anyway就在我们有生之年 你应该都会看到普丁 哇非常厉害狂人总统 这位狂人总统啊非常奇妙 他不断的把他的政敌送入外太空 送入天堂送入火星 送到另外一个世界 你看到纳瓦尼呃这个他的知名政敌 呃不就在散步途中突然间昏厥就走了吗 对不对但是呢纳瓦尼留下了一句 我觉得可以注解普丁非常好的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纳瓦尼说这世上再也无人能够制衡普丁 你细细品这一句话 真的很有道理 你看到都已经在现今世界了 现今世界你看这么多的国家 花了这么多的心力 然后想要把他给拉下来 想要透过乌克兰战争把他给耗死 他有被耗死吗 没有的 所以呢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样的一个狂人 而这样的国家里头的人民 大家是支持这个狂人 在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底下 美国又这样如此离心离德 所以你看到未来的普丁 恐怕还真的就像他的政敌所说 这是无人可以抗衡 无人可以制衡的一个男人 那当然他接下来六年任期 又会有怎么样的作为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聊的 这个无法抵挡的男人普丁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回见 拜拜